第2 frying室 飛碟午ration 我是陳輝文周大民國 110年10月21 今天是禮拜四 剛剛從台北市內湖 一路開到電台來 難以想像的塞車 我實在是不曉得為什麼 今天是禮拜五嗎 不是 今天是禮拜四 如果看不出來有什麼 特別的路框他就是不會動這樣子 唉 我就不曉得要怎麼去講這個 內湖的交通 當然到了 這個 大安區那邊也 也不會動 不是只有內湖不會動 外湖大安區還是不會動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 這個 好 那沒有在我們題目的我先講一下這個 減蘇培諮詢柯文哲的部分 我認為這是減蘇培 個人的誤判 畢竟他很年輕 他當市議員的歷練也要再加強 他的師傅是徐家欽 以前他是徐家欽的辦公室主任 那徐家欽後來交棒給他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第二任吧 第二任的這個市議員 他在市議會的質詢那是他個人的質詢 那很多人就去把他放大說什麼 什麼蔡宇露啦 英宇露啦 但我覺得減蘇培的這個題目選的不對啦 你質詢柯文哲問這個 蔡總統的國慶談話這個是 這個是錯誤的命題啊 那 大家就一陣亂磅 批評這個 當然這個 我覺得是減蘇培自己的 要再 加強的地方 我不認為這個是蔡總統的受益 或者說減蘇培拿此去跟蔡總統 邀功啦 交心表態 倒還不至於 那剛提到這個 台北市的塞車我都不曉得 柯文哲承諾 內湖 解決內湖塞車的支票 我不曉得要什麼時候 才會 才會實現啦 好 我實在沒辦法 講到柯文哲去批評民進黨的網軍 柯文哲有沒有網軍 台北市優優卡公司總經理就是他的網軍 網軍投 我敢公開講我都沒有在怕 怕什麼 柯文哲說民進黨的側翼 那民眾黨有沒有側翼 你看今天的發展 那柯文哲講說 黨政軍退出媒體 講得好 之前啊 在台北市議會有一段質詢 我講給大家聽 就是呢 說 柯P在喬媒體 就是喬媒體 什麼要報什麼不要報 柯文哲 很不高興啊 這個你都可以去查 我講的都是真的 柯文哲撂了一句話 他說啊 反正電話也不是我打的 你有聽懂嗎 反正電話也不是我打的 打電話的其實不是柯文哲本人 是他的局長 他會手去喬媒體啊 反正電話也不是我打的 但是你有什麼資格講人家黨政軍退出媒體 你算了吧 好 那個減蘇培議員要加油 我難得跟他有共識啊 這個 但是他這個質詢是沒有得分 而且是扣分的 那 我不曉得國民黨 28個 國民黨在台北市議會有28個議員 我不曉得 國民黨28個台北市議員在幹嘛 I don't know Alright 好 這個 高雄城中城的大火啊 這個 這個昨天是頭期明天是公計 那陳其邁今天被媒體問到說這個政治責任 這個陳其邁的回答是這個不回避 不回避 不回避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也不曉得 陳其邁他要負什麼樣的政治責任 有人說是副市長 有人說是陳其邁的這個 局處長 等等 那明天的這個 廣業陳其邁今天有點 這個 閃躲了 他說我們現在當務之急是把這個罹難者這個 這個事情把他圓滿什麼的 其實這個都是 推諉之詞 這個跟林家隆當時在講這個太魯格好像是一樣的噁心 啊我就不能一周了之啦 這個其實不是這樣子 一個 政治人物要去承擔他的政治責任 沒有像林家隆陳其邁這樣子拖泥帶水 實在是很丟臉 我想說民進黨 你現在 終身帶人 你現在是 其實就是民主退部黨 很好笑 好什麼 這些東西都是 你那個善後啦 就是什麼 頭七啦 公祭這些 那些這種事物性 數物性的東西 都不用政務官或是這個 手掌去處理 都是 手掌就辦法處理 那個都沒有什麼困難度啊 真正的困難是什麼 是你對 這個政治這個工作的 認知跟你的態度啊 在之前的阿拉耶店的這個火警啊 九個人死亡 陳其邁啊 在這個 友台的這個政論節目啊 罵得可 可兇的啦 因為陳其邁大家不要被他的這個 行塑的什麼 什麼我可以跟你問路嗎 我有養貓啦 我們一起來泡咖啡什麼 那個是人設 他的人物的設定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假的 他是演出來的 你看看陳其邁他從生以來 他不是什麼軟男 暖男都不是啊 好他當時嗆這個 胡志強 就能量十幾個才負責 那這個當然對 當時的台中市長胡志強是 很大的壓力 那當然這個 阿拉耶店的這個大火 九個人罹難 批評很簡單嘛 你十幾個才負責 我相信那個時候的 2011年的 陳其邁 因為 也沒想到他 後來會去當他 其實他那時候已經代理過高雄市長了 好 不過因為陳澤南的醜聞 好所以 陳其邁就被逼下來了 當年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 陳其邁的從政 陳也是陳澤南 敗也敗在陳澤南 如果他爸爸不是陳澤南 陳水秉不會這樣宅北他 那也因為他爸爸是陳澤南 所以 這個 陳其邁的從政就是 也很曲折 但你那時候跟胡志強 說到這樣 說你要十幾個才負責 講這話很刻薄 但是你現在回到這個 你自己的 狀況 46條人命的 高雄陳總成大火 你陳其邁就很難去面對你自己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去面對說 你以前跟他搶成這樣 那之前在這個 立法院 陳其邁諮詢陸委會主委王玉琪 那當然王主委他也 很辛苦了 我必須講王玉琪被 被講得很難聽 特別聯合報修理他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聯合報 是跟王玉琪有什麼 深仇大恨 他怎麼修理他 聯合報寫說 王玉琪沒有大腦的功能 沒有大腦的功能 我想請問 聯合報 歷任 陸委會主委 誰有大腦的功能 那國台辦主任有大腦的功能嗎 我們講的意思說 就兩岸的 這個政策 兩岸的交流 兩岸的來往 國台辦主任或是陸委會主委能夠決定了嗎 你能決定什麼 你什麼都決定不了 你是執行單位啊 那些 政策方向都不是你決定的 輪不到你決定啊 好這 這王玉琪那時候被 被聯合報 我也不知道聯合報為什麼要修理他 好 所以我很多東西 我是看不懂的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鴻海的電動車要做頭版頭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頭版頭加三版 然後一直寫 這個不就是一台電動車為什麼要這樣 我真的看不懂 然後 高鐵的那個 宜蘭 每次換地點 聯合報就又是頭版頭 我也看不懂 這一個高鐵要在宜蘭設一個點 然後 是全全國 甚至講全世界 因為你是報紙 全世界全國 昨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嗎 我會認為值得商榷 他是一個醜我沒有錯 高鐵他一直想要換位置 我不曉得到底是換什麼意思 但是有必要每次都把他做頭版頭嗎 這個是我的 疑問在這裡 那時候王玉琪是陸委會的主委 陳其邁是立委罵他 他是罵他 我淋爸爸 所以是50886 我淋爸爸 我們後來都講成54088 那是我是淋爸爸 其實他的 陳其邁的原文是講說 我淋爸爸 然後他就 他就走下質詢台了 這是當時的 狀況 在2014年的這個 高雄的氣爆案 其實上禮拜 我就聽董哥講了 上禮拜董哥就講了 那 當年的這個 馬政府 背了黑鍋 所以 你 最怕是 沒有天狀 你要跟這個 叉叉的民進黨 選舉 你也不能再用一些 很君子的 很紳士的 簡單講就是當年的高雄氣爆 經濟部長是張家柱 那我不是財經專業 但是我看了 這麼多的 經濟部長 我是很佩服他 能夠被我稱讚的官員 其實也不多 我覺得張家柱部長 是我 欽佩的官員 高雄氣爆 7月31 2014年 8月7號 在立法院 陳其邁電他 公祭 你還坐這邊 你冷血 然後說什麼 你去什麼災區 是什麼 他罵這個 張部長說 你是人嗎 你是人嗎 對啊 陳其邁你是人嗎 你要比 傷亡人數可以來比 高雄氣爆32個人死亡 陳中成46個人死亡 那我想請問陳其邁 因為2014年到現在也 7年了 請問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高雄氣爆的這個悲劇意外 跟經濟部有什麼關係 你 你搞經濟部長 等於說你是人嗎 你要降到人血什麼 一直罵人家什麼 那我們 我們現在回頭看嘛 事隔7年了 你告訴我這個事情跟經濟部有什麼關係 陳其邁你經得起檢驗嗎 你能夠面對過去的自己嗎 罵人很簡單的 我每天都在罵人啊 我昨天還算了一下 昨天我們費力晚餐我總共罵了21個人 一個小時節目我得罪21個人 這也不簡單 21個 今天到目前為止應該得罪幾個 柯P 減蘇培陳其邁啊 目前為止罵了三個 我們先進下廣告 我是 陳輝文 剛舉幾個陳其邁的例子啊 這個我也不曉得 明天的這個功績啊 那也包括 將來高雄市議會的這個 總質詢 我也不曉得 我剛講說 對吼 罵了幾個 我剛說我罵了 柯文哲減蘇培跟陳其邁 不止 國民黨在台北市議會有28個市議員 所以我第一段已經罵了31個人 我才不這樣算 這樣算多累啊 國民黨在高雄市議會我是不曉得多少人 我也不曉得你們怎麼去質詢 陳其邁 這個就已經 這已經 聽到沒有這已經超出我的 能力範圍了 我又不是住海邊我管不到這麼遠了 好但是你看在 高雄陳中城 大火的當天 綠媒的政論節目是 非常團結的 一律不談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不談 這麼重大的他不談啊 他可以團結到不談 這是多有紀律的事情啊 綠媒做得到 藍媒做得到嗎 藍媒不行 藍媒都要 給一個主誰 不行 我們這新聞 一定要這個公平公正公開 還要我們要正反病程啊 對不對 我們新聞不能當家傳聲筒 我們不能當家打手 我們不能只挺國民黨 不能只罵民進黨 不行我們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做社會的公器 我們要 這種 圈圈叉叉的話 我也很會啊 可是 人家綠媒做得到啊 人家可以媚著良心 媚著新聞專業 我幹嘛新聞專業 我有業配就好啦 我有置入就好啦 我能夠拿到標案就好啦 我不能讓中央廚房不開心啊 大家都不談 我怎麼可以談呢 高雄死很多人 這會影響到陳其邁 這不能談啊 你們這些綠媒的政論節目 你們對得起那些死者嗎 死者又不認識 可能是比較底層的朋友啊 就走了就走了也沒辦法啊 這就是綠媒他做得出來 藍媒做得到嘛 已經是 90%都是綠媒了 剩10%是藍媒啊 藍媒還要加一個姿勢 加一個總理一下 那是要怎麼輸贏 我實在看這個實在是 這個我們說這個實在是 很遺憾很抱歉 但是我們 事實上我們遇到的 在台灣的政治跟媒體的現況 是這樣子 你很難這個 那我講一下這個張部長 這個 這我們再回到第四標那個 講一下給大家 了解當年的狀況 後來 這個高雄氣爆案已經判決定驗了 整個高雄氣爆案 我剛講嘛跟經濟部跟中油 是沒有關係的 OK 大家自己去看判決 再講判決我時間就不夠了 完全跟經濟部無關 完全跟中油無關 所以 陳其邁你那時候罵張部長你顯然是罵錯了 好 那你嗆王玉琪我臨爸爸啦 那也很 很沒水準很沒風度 那張部長呢 他當時他也 因為他是學者出身 這個大學校長出身他 不願意受這種 莫名其妙的羞辱 他在立法院被 陳其邁罵說你是人嗎 他當天就請辭了 他展現的態度怎麼 我沒有在接受未留的啦 我跟你講 接受未留像柯文哲的老師 台北市衛生局長那個就是矯情 什麼叫做矯情 我丟辭辰的 然後上面未留我就留下來 這個就是矯情 好大家多看看甄嬛傳 張家鑄 部長 他在立法院被陳其邁 跟他銷告那妹妹妹 他說我不幹了 我被你罵成人血 被你質疑說我是人嗎 那我坐這裡我是要幹什麼 我不如掛罐求去 總統行政院長未留 我都晚謝我走了 你們去搞吧 那你你現在看過這麼多年之後回來看這個案子跟經濟部跟張部長什麼關係就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囂張的人是誰 是現任的高雄市長 你當時把人家罵成這樣子結果 你現在自己 你是人嗎 我就用陳其邁的話回你就好了你是人嗎 陳其邁你如何經得起這個檢驗呢 你是你是經不起這個檢驗的啦 我跟你講啦 陳其邁不會下台的啦 他陳其邁他 憲作冠憲到要死 哪有可能 再罵個幾天嘛 反正90%的綠媒都在你控制不要談就好了啊 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記了啊 明天就公祭後天 週休二日就忘記了 本來陳中成這個火警上個禮拜四 10月14發生 到今天也才8天了第8天了 有誰在談 這個就是台灣社會的人血 特別綠媒的團結啊 讓我非常差異我跟各位講那個缺電的那個笑話 綠媒的名嘴啊 他說大陸 限電缺電 然後大家都跑去電影院看電影 就這麼沒有嘗試的話他講得出來 那更遺憾的是他還是政大的博士啊 政大的博士這個水平我是 沒辦法 你心裡想的是我要去虧大陸 我去笑人家 那當你在胡扯瞎掰的時候你的邏輯都亂掉了 他們沒有辦法整形沒有辦法燙頭髮 限電缺電然後跑去電影看電影 可是當他在大發謬論的時候 這個綠媒的主持人他是聽不下去了 因為他白說 哎中國都沒有愛情電影中國都沒有愛情電影嗎 中國為什麼沒有愛情電影 主持人當場他是沒有打斷他他 主持人是自己murmur 好那導播有take到主持人撇過頭的畫面 但他字幕沒有出來 好那我批評的另外一個主持人是我認識的 謝政武 謝律師 這個 來賓在講東漢西漢 你怎麼會沒有聽出來呢 這個 我認識謝律師 十幾二十年了 他 我認為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個 水平很高的主持人 EQ非常好 那謝律師主持節目這麼多年 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你怎麼會沒聽出來呢 那通常我認為會處理的方式是這樣 假設我是主持人 我的來賓那邊東扯西扯什麼東漢西漢 亂成一團的時候 我啦 我不會打斷他 我會留面子給他 這當然跟以前我的我不一樣 我不會打斷我會讓他講 你講東漢西漢亂七八糟 隨便亂講啊 你講完了對不對 我會怎麼處理我告訴你 我會把話丟給其他來賓 我會多錄一點 然後你們都錄完了嗎 因為他們都是預錄的節目 錄完了對不對 然後我會要求我的製作人 把東漢西漢把它剪掉 我會錄長一點嗎 他們都會錄長一點 就是 怕有這種事情 那你怎麼講的這麼離譜 我也不要打斷你 打斷你 糾正你 你面子掛不住嗎 那讓你講完 但是我多錄長一點 再把 你講的東漢西漢這個謬論把它剪掉 就沒事了 好這我認為你應該聽得出來啊 我認為你應該做這樣 不是讓他播出去說這怎麼會 因為你播出去就代表了這個新聞台 就代表了這個 節目 某個程度也代表你自己嘛 你是主持人兼製作人 你怎麼會沒聽出來他在講什麼 好所以這個 我現在做的事情跟其實跟陳其邁差不多嗎 我去批評別人的節目嗎 我去批評別的主持人跟來賓嗎 改天換我吐吹的時候就 回力標就射在我頭上來 你不是講人家怎樣這樣 又射到怎麼樣 這個就是 英國 好 我們在國民黨今天開記者會批 陳柏惟的十大爆頭 因為我 看這個我是覺得有點 我不是很發抖說為什麼要用十大爆頭 後來才發現說因為陳柏惟有一個文宣叫做十大好球 所以國民黨就回了一個十大爆頭 當然跟國民黨這些 年輕的朋友 是邏輯是有問題的 我不曉得 政召信跟意願知識 他們其實是需要更多的歷練 以我看來 我不會用十大爆頭去回陳柏惟的十大好球 陳柏惟你認為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十大好球 那是你的 你的agenda state team 你認為說這是你的設定 我做了很多事情 幫台中的鄉親啊什麼的 那你說你是十大好球 那你去講你的 對不對 那我幹嘛用十大爆頭 你為什麼要去回應陳柏惟的議題呢 這個蠢是蠢在這個地方 你根本就不要理他嘛 後天就投票你去回應他十大好球 那列了一大堆 兆陶 萊豬 台語質詢 疫苗跟苦行 還有大麻一打三十五 民進黨 綠色挺他 甲公民還有中火 當你一口氣打了十個議題的時候就等於是沒打 那你到底打他什麼 你列了十大爆頭 去他這個 這個網路熱搜的這個 看 熱搜幾筆這樣子 討論最多是趙氏逃逸 所以他把趙陶排第一 中火是排名最少的 結果就 所以 聽到沒有你看到 趙陶萊豬 台語質詢 疫苗苦行 大麻一打三十五 綠色挺他 甲公民跟中火 裡面沒有忘恩負義 裡面沒有忘恩負義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陳玉珍委員大義滅親嗎 你有看到今天任何報紙寫嗎 我跟你講一個報紙都沒寫 沒有人寫 陳柏惟大義 這個這個忘恩負義 陳玉珍大義滅親 有在這十個 肉搜裡面嗎 熱搜裡面嗎 也沒有 所以我 我很奇怪說 我比較期待 我講我的期待 因為我也不是國民黨文傳會的主委 因為那時候媒體是講說如果張亞中當選 國民黨主席的話 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是我 然後我有兩個副主委 一個是何啟勝 一個是潘恆旭 啟勝哥是我前輩 我當主委他當副主委 這是 電動病你也好了 這一點倫理觀念都沒有 如果我真的是國民黨文傳會主委 我再怎麼樣我也不敢請 何啟勝當我的副主委 不配嗎 應該是他當主委我當副主委還講的 什麼是我當政的他當副的 莫名其妙 那潘恆旭是我同期的 我跟潘恆旭是同一同一天考考進自由時報了 只是他在自由時報待的時間很短 應該是待一年兩年吧 我在自由待了快五年 四年多 潘恆旭待了一年一年左右就 人家就就立謀高就還怎麼樣 我如果真的是文傳會主委 我才不相信潘恆旭願意 屈就當我的副主委 我沒這麼厲害 以我對潘恆旭了解 他也屁屁了 說會有人當主委我當副主委 你不如 一拳 打他一下他都 他不可能 我跟你講不可能 那剛提到這個 陳玉珍委員 我會比較期待 記者會的主角是他 而不是鄭昭新或是葉元芝 因為你們兩個是沒有說服力的 你們兩個只能當當 評論員而已 真正 真正的殺手鐧應該是陳玉珍 我沒有叫陳玉珍委員貴 我也沒有叫陳玉珍委員哭 我只希望陳玉珍委員 告訴台中的 這些好朋友 你們都不知道啊 啊你如果看網路十大熱 說都沒有這條 你也好 是有忘恩負義嗎 有大義滅清嗎 都沒有啊 你們就覺得吵這些冷飯很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正陳玉珍委讓我 拳頭硬的是說 你把人家用完就丟 而且你是非常鄙視 瞧不起陳玉珍 我想請問陳玉珍 你憑什麼 你跟他去參加修憲論壇 陳玉珍坐在你隔壁 他講完他的意見之後 主持人問 陳柏惟說 剛剛這個 陳玉珍講的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陳柏惟說 不用 我沒有在聽 你的姑姑 也是立委 跟你一樣都是立委 他坐在你旁邊講的 你說你沒有在聽 陳柏惟這是你父母給你的教養嗎 我不曉得什麼意思 他坐我旁邊 但是我沒有在聽 那你2019跑到金門去拜拜是拜什麼呢 你跑去陳世忠祠拜 拜的跟真的一樣 然後當選立委之後翻臉不認人 你說你這種人能夠抗中保台 你說你這種人你連你自己的血親 你的中親你都不認人 你會去疼你的鄉親 第二選區啊 有將近30萬的選民朋友 台中是 後天要投票的30萬的選民朋友 我想請問大家 這30萬人 不是 不是其他地方的30萬人 要在台中第2選區有投票權的那30萬人 有多少人知道我講 陳柏惟過河拆橋 數點望主望恩負義的事情 30萬人裡面有幾個人知道 有幾個人知道 我覺得這個也很奇怪 兆逃萊豬台語疫苗苦行大麻 一打35民進黨挺他 國民黨這些假公民然後中火 怎麼沒有賭博電玩 不是有快打旋風嗎 還有那個叫什麼 冰果行星 我們以前沒有這麼老口 冰果都冰果 冰果行星是什麼 我以前把他都冰果 怎麼沒有賭博電玩 你是怎麼熱搜我都看不到 沒有賭博電玩 怪怪 有什麼 我剛講嘛 30萬的有投票權的朋友 有幾個人知道 陳柏惟 這麼羞辱陳玉珍 那你娘呢 你還 嗆說是陳玉珍來跟你攀親戴固 你還去笑人家 說他自己講的 他來跟我攀親 富氣 新的成語 攀親富氣都出來了 我還特別去Google 想說我書念的不好 還沒這個字 我們講是攀親戴固 然後他 他自己發明 意思說 是陳玉珍來 陳玉珍來給我 是陳玉珍來蹭我 我立委 我大立委 陳玉珍金門的小立委 說是我什麼什麼 中親什麼 我阿姑 要叫我孤母 沒有沒有 我跟他完全沒關係 你這不太怕你 你會叫我離公共 然後現在 苦行 我明天要有那個選前音樂會 那些 支持陳柏惟的人 不管你有沒有住在台中 你知道陳柏惟是這種望恩負義的人嗎 你聽陳柏惟 你敢知道他是這種 叉叉 到底是知道人多還是不知道人多 非得晚餐 我是陳輝文 這個 這段從誰開始罵起呢 從 王宥正跟黃偉漢開始罵起好了 這兩個都我朋友 從他們兩個開始罵 這個 宥正他說 蔡總統那個什麼 deepfake 然後就把他的聲量拉起來 那黃偉漢 之前講說蔡總統很厲害 被我痛罵一頓 我是這樣想啊 就說 這個 王宥正跟黃偉漢講的 所謂的蔡總統 做的這些事情 聽了沒有 你不會嗎 我 我不行嗎 你想想看 假設你是總統 你是 中華民國總統 你是民進黨黨主席 立法院是你過半 民進黨各派系都聽你的 誰敢廢話 沒有人敢 假設你是總統 你是民進黨黨主席 你有 1450 你有國家機器 你有90%的媒體控制在你手上 報紙 電視 網絡 90%是聽你的 你有小編幫你寫梗圖 貼臉書弄IG 你有一堆莫名其妙的網紅 可能是為了你的業配 為了你的置入 挺你 聽了沒有 假設你是蔡英文 你做不到嗎 他是在厲害什麼 我也請 王宥正跟黃偉漢想想 那他在厲害什麼 我認為今天總統如果是黃偉漢 今天總統如果是王宥正 我覺得你們做的會比蔡英文更好 因為煮完弄得我手頭的嘛 你是要跟我拔什麼 要網路罵我 你罵我就罵你啊 看是 比較多人罵你還是比較多人罵我 你擁有所有的資源嘛 賴清德是打得過蔡英文喔 兩下就擺平啦 你有沒有看到 賴清德本來贏他20% 20%是怎樣 我網軍一出動 國家機機出動 賴清德就投降了 韓國瑜你是多了 所以 你知道 立正跟我們講蔡英文很厲害 他是在厲害什麼 我相信 聽到沒有如果你是總統 你有擁有蔡英文的各種的 武器資源 你做的會比他好 我所謂的好事 你都 都叫你電調的 你是吉他 你是要幹什麼 你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你跟蔡英文作對 你連 韓酷的機會都沒有 你連 還手的餘地都沒有 但是就跟我講說蔡總統很厲害 厲害 厲害給你個叉叉 我相信王宥正黃偉翰如果有 坐在蔡總統那個位置上 你們做的一定比蔡英文還好 然後什麼厲害 立你個頭啊 這個指揮中心連兩天不開記者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說沒有人 分身乏術 笑死人了 分身乏術 我真的不曉得 陳時中在想什麼了 那民眾苦搶疫苗 中央地方沒人負責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莫德納第二季的朋友 尤其是有一些是老師 他第一季打莫德納他已經等了很久了 已經等了很多都是超過10個禮拜 就很多打第二季莫德納朋友都想說我打的是不是第一季 因為我的第一季是很久以前打的 那我隔了十幾個禮拜再打第二季 那我現在打第二季到底是第一季還是第二季 這樣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說不定我打進去的第二季 其實因為第一季的效率已經過了 我打其實是第一季 即便是這樣很多要預約 第二季莫德納朋友也非常的辛苦 就找不到 就都客滿客滿客滿 額滿額滿你就是沒有 我請問你誰負責 我不曉得 你問我我也不曉得到底是你 衛福部你中央指揮中心有問題還是台北市政府有問題 我不管 但是誰負責嗎 就是 我們現在的 政治他的責任政治他就是做不起來嗎 我為什麼前面跟你講張家柱部長 我當經理部長我叫你電子這樣說到沒一個好說到像我是 又冷血 你是人嗎 被立委罵成這樣子 我不要做了 這樣再做也沒意思了 對不對 我扛起你說你認為我該負責 那我也不想被你們立委這樣子無厘頭的謾罵 那我不幹了可以吧 我認為張家柱部長他是一個責任政治的表現 我不要跟你禍稀泥了 人生短短幾個秋 我自己在那裡 你們這些立委你們要耍寶你們去耍寶吧 我不跟你們玩了 我回家吃自己總可以吧 我欽佩張家柱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的檢察長 多少的警政署長 退下來之後跑去當門神了 阿霍遠兄 今天可能是超過21個人了 夭壽 我無所謂啦 我 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啊 而且我要認真 用力的敲啊 這個話喔 是以前的警政署長 顏世席講的 顏世席署長也是 很令人懷念的這個 因為警政署長換來換去啊 後來就亂換一通你知道嗎 從陳水扁開始 警政署長就亂七八糟這樣子 顏世席署長 當年講過這個 當天和尚敲一天鐘 而且要認真 用力的敲 我們警察 鐵飯碗啊 我就 混一混 也是領心嘴啊 很認真的當警察 一個月這個錢 亂混也是這個錢 所以他是鼓勵 這個警察同仁要 人在宮門好修行 那我剛講說那些 檢察長跟警政署長 下去幫人家當門審的 那個可多啦 可是人家都過得很好啊 啊這樣子的 那價值是在台 好我們看這個疫苗說 那你今天讓老百姓 搶疫苗搶 那誰負責呢 你有看到台北市政府誰負責嗎 沒有啊 你有看到中央誰負責嗎 兩天不開記者會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你兩天不開記者會 那你以後也不要開啦 反正你認為不重要 你認為到立法院比較重要嗎 立法院有那麼重要嗎 其實沒有啊 因為立委問的都是廢話 立委那個質詢 其實沒什麼營養的 但是你說我兩天不要開 不要開那以後都不要開好了 反正開也沒什麼意思啊 老百姓搶不到疫苗 中央大地方沒有人負責 說我們 國家會變成這樣子 不是沒有原因 來我們看這個郭台銘的幕僚 去接受友台的專訪 他說郭台銘未來很大機率不選總統 這是現在大家的國文都不好嗎 未來很大機率不選總統 我怎麼覺得這文法 怎麼怎麼唸怎麼 那沒關係啦 那第一個 這個郭台銘的這個幕僚 劉宥彤他能夠代表郭台銘嗎 我認為沒辦法 我認為沒辦法 那郭台銘的立委 高宏安能代表郭台銘嗎 我認為也沒辦法 就是因為郭董他的身份跟地位說 他的幕僚或他的立委能代表他嗎 我認為差了一截 差了一截 那你說蔡壁如能代表柯P嗎 因為蔡壁如因為在黨內也這個圈圈叉叉 蔡壁如 某個程度而言也不太能代表柯P 我覺得啦 雖然他是柯P唯一的心腹 所以郭台銘幕僚講說郭台銘未來很大機率啊 這個不選總統 這個我是 就聽一聽就好 因為我認為你是沒有那個Qualify去代表 郭台銘講什麼 郭台銘有授權你講這個嗎 這個我也很懷疑 然後呢這個幕僚爆料 他說啊 蔡壁如之前講的 郭柯 柯郭配 柯郭配 然後他說郭台銘曾經跟蔡壁如講說 這個講這樣子不適切 這個就很奇怪了 就讓裡面漏洞擺出我解釋給你聽不然你聽不懂 第一個呢 蔡壁如講的並不是 柯郭配 蔡壁如不是這樣講 好所以這個主持人跟這個郭台銘的幕僚都要打屁股啊 就表示你們也不認真啦 這主持人是黃光琴啊 我以前的朋友 蔡壁如講的是 柯 郭 和 柯郭和 柯郭和跟柯郭配是不一樣的 柯郭配就是柯選總統 郭當副總統 叫做柯郭配 那什麼叫做 柯郭和 那是 合作 合作不等於說你當總統 我當副總統不是這樣 那不見得是這樣子啊 那不見得是這樣子啊 所以 郭柯和的 可能性排列組合比較多 柯郭配的話就是柯 選總統 郭當副總統 那個才叫柯郭配 所以蔡壁如講的根本不是配他講是和啊 然後這個幕僚爆料說 郭台銘曾經告訴蔡壁如說你不要這樣講 不適切 這表示什麼 表示 在 蔡壁如講完 蔡壁如講的話也是前幾天而已啊 應該是 10月初吧 兩三個禮拜以前啊 那表示 蔡壁如講過這個之後 郭台銘有跟蔡壁如見面嗎 然後才會跟他講說 你 講這個不適切 我是覺得這個幕僚 我若是郭台銘 我一定把他那個 你說這是要做什麼 你看那我我是覺得郭台銘因為在這個疫苗的事情上面呢他是獲得很大的光環 所以郭台銘 2024選總統我覺得他的這個 可能性跟勝算都非常的大 那這個就是 蔡政府你自己 你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就沒辦法 這根本就不應該有郭台銘short time的時候你自己 弄不好 變成郭台銘在買疫苗 那你民進黨就變 郭台銘一定要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我免費的 給你一個建議 你絕對不要宣布你要選總統 你就照你這個幕僚講 我很大機率不選了 故弄玄虛 故作姿態 其實他心裡很想選 如果你連這個都看不出來 也不要看政論節目沒什麼意思 郭台銘想選的要命 但是郭台銘一定要堅持白忍 一定要演戲 我沒有選 成功不必在我 然後呢 然後要國民黨 爬著 跪著 來求郭台銘 拜託郭董 救救 靈民百姓 拜託郭董回國民黨 拜託郭董接受我們國民黨的徵召提名 一定要到那個地步郭台銘才能夠 名正言順的出 我沒有選 是你們這些兔宰子都選不贏民進黨的 可能是賴清德 鄭文燦 或者我喜歡的陳建仁等等 你們都選不贏民進黨的 可能人選 那只好老星蛙出來算 是你們自己不成才 你們自己選不贏 是你們拜託我選 是你們求我回國民黨 當然他也可以掛五黨籍去選 因為五黨籍比較好騙票 我們台灣的選民就是 你五黨籍 當年2014年 柯文哲就是這樣騙票 不然他怎麼大贏連勝文20萬 你以為他是五黨籍嗎 其實他是民進黨 操作的 那郭台銘會不會走這個劇本 沒關係啦 反正是我講講 你聽一聽笑笑就算了 好我們今天標題是這個 高家瑜委員 在這個 TPBS 提到這個 抗中保台 我給他的 請教 請問他 我說抗中 一定能保台嗎 這樣可能我會害得 高家瑜被退黨 這個 很抱歉 如果他被退黨 我可以祝福他 高家瑜的回答是 抗中 不一定能保台 聽到沒有 這個才是真心話 因為 抗中保台 他現在變成是一個 一個笑話 我們為了保台 我們一定要抗中 是嗎 不是 在民進黨裡面 還是有像高家瑜這種 邏輯清楚的嗎 至少要講真心話 要講大白話嗎 抗中一定能保台嗎 不一定啦 我們 保台是我們共同的 目標我們要保護 台灣 我們要 堅持我們的民主憲政 我們的這個 生活方式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嗎 可是 為了達到我們這個目的 達到保台的目的 一定要抗中嗎 一定要仇恨中國嗎 一定要去羞辱大陸嗎 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很欽佩高家瑜今天講 他說抗中不一定能保台 你講得太好了 我等你這句等很久 抗中不一定保台 蔡總統五年多 領導我們 他就是玩抗中保台 抗中有保台嗎 你抗中只是增加 雙方的仇恨子嗎 撞起的生命本嗎 製造大家的誤解嗎 有些爬牆出來的大陸網友說 你們為什麼說我們都住土房 你為什麼說我們吃不起炸菜 你為什麼說我們都沒有電 然後跑去看電影 很多大陸朋友他是被誤導的嗎 他覺得你們台灣怎麼都這麼壞 那就是你長期的抗中跟仇中 造成這樣的結果嗎 好所以我再次給高家瑜委員這個 給他鼓勵啦 如果真的被民進黨退黨了 退黨又不是世界末日嗎 對不對 明天見拜拜 好了 好 好 來吧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